请帮忙按个赞 台北市长蒋万安 昨天在228纪念会上 为76年前发生 在大稻城的弃烟事件 导致228历史伤痛而致歉 没有想到 致时的时候 有成抗者冲到了他的背后 高喊杀人凶手下跪道歉 事后还拍了大合照 比了一个耶 炫耀说他们呛到了蒋万安本人 网友痛批 选前不是还说他是张万安吗 怎么选后要他帮祖先来道歉 228的受难者家属廖继斌也感叹 当年马英九出席228活动 有人向他吐口水 结果那个人根本就不是受难者的家属 他还提到228的第一阶段 其实有外省民众被报名追杀 而这些事实是陈建仁 都曾经有做过历史见证的 所以绿营口口声声说要和解 结果连让人家致辞 讲几句话的机会都不给就要呛吓 这样是要怎么和解啊 政前委员 我真的觉得坦白说 228发生在1947年的时候 到现在76年了 那在这块土地上的人都对这件事情 其实都有感 不管是本省人或外省人 像我自己是本省人家族 那我们的亲戚里面 一定也有人被牵连在这里头 其实都会有这样的状态 那所以说台湾人其实要对228去发表一些意见跟看法 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 可重点是他已经76年了 我看到一个数字坦白说我有点感动 他说马英九连续去参加这228纪念活动24年 他道歉了三十几次 所以说事实上很多228的受难者家属 他们对马英九其实是有感的 然后他们也觉得大家就是和解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个土地的国家不就是这样子吗 有碰到问题有过一些裂痕的时候 大家现在就要想办法去和解 然后大家再继续往前走嘛 对不对 明天讲嘴巴里也是讲说 大家要一起和解 大家要一起什么样子 可是实际上在做的时候 好像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像我觉得76年了 然后国民党事实上对这件事情 也表达了歉意很多年的时间 那马英九在24年来 不断地再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 确实也让很多 真的